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鲁鱼不要再清蒸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鲁鱼非常好吃的做法 吃起来鲜香味美,好吃又下饭 学会这个简单的做法,全家夸您是大厨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条刚刚买回来的新鲜鲁鱼 用剪汁把鱼鳍剪下来 鱼鳍呢,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它去掉 然后,往鲈鱼上面撒一些食盐 均匀地搓开 鱼身上呢,有一层黏液 用盐来搓一搓 可以很好地去除黏液 这层黏液也比较腥 想要做出来的鱼肉好吃如腥味 前期的清洗处理也比较重要 搓均匀后,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鱼头鱼肚子都要好好地清洗 鱼肚子里面的荷膜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这一层黑膜呢,已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清洗干净后,把它放到菜板上 跟着,往鱼头这里切一刀 像这样,把鱼肉片下来 像这样,把鱼肉片下来 跟着,把鱼骨宰成小块 鱼头鱼头鱼尾骨呢,就留着烧汤喝 把它们放入碗中 跟着,把鱼片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 然后,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段 装入鱼肉中 一块生姜切成片 再切成丝 装入鱼肉中 加一勺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抓拌均匀 先把葱姜抓拌一下 抓出葱姜的营养 再继续和鱼肉抓拌均匀 葱姜呢,可以代替料酒 它们还是天然的烂肉剂 给它多抓拌一下 这样能使鱼更好的入味 还可以减少腌制的时间 还可以减少腌制的时间 放一旁腌制20分钟 放入鱼肉中 跟着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把它切成葱段 装入盘中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几个青椒条 切成小圆圈 切好,装入盘中 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这个时候的鱼肉已经腌制好了 我们把调料撇开不要 往里面加一勺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使每一块鱼肉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把青椒小米椒圈倒进去 翻炒一下,炒至断生 再加少许的盐 翻炒均匀 加盐,可以使辣椒 好吃又入味 然后,先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继续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把鱼肉一块一块地放进去 鱼皮朝下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先不用着急翻动 把鱼皮煎至金黄 在煎制的过程中 可以晃动一下锅 使鱼块受热均匀 鱼皮煎至金黄之后 给它翻一个面 这样做出来的鱼鱼块吃起来呢 外皮酥脆,香而不腻 全部煎至金黄后 把姜丝倒进去 辣椒倒进去 再顺着锅边 淋入少许的料酒 少许的淀粉水,勾个薄芡 盖上盖子,焖一分钟左右 然后打开盖子 哇,好香呀 再把葱段倒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装入盘中 一盘非常美味的鲈鱼 就这样做好了 吃起来非常的香 外焦里嫩的 这样做一盘呢 上桌就光盘了 特别的下饭又下酒 这里,要是家里面有小孩 不可以吃辣的 我们可以把青椒条 小米椒换成青红椒 也就是菜辣椒 那种辣椒呢 吃起来不辣 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 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鲁鱼 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平时都可以多买一些鲁鱼回来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